地球代表 工具 我离雪佛最近 我看到他 他一直在抖 因为太冷了 谢谢 谢谢风哥 谢谢工具人 前锋 你有可能 从这件事情开始 雪佛有没有可能 雪佛 这是感谢的心 感恩 恶心 感谢有你 把握一生 好了好了 没有没有 出于一个哥哥的本能吧 应该是 那好像我们 就不是哥哥一样 真的是 哎哎哎哎 哇哦 哎 马甲就算了吧 马甲没有什么用 等一下等一下 弟弟这边也有 弟弟这边也有 好不好 哇好暖啊 你还冷吗 还冷我们还有 没关系 非常感谢大家的爱 有人管孟城 孟城也冷就讲 哎呀哎呀 孟城也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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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城 孟城 孟城冷了 孟城 你们不要再弄孟城了 海涛来了 我们刚才是来聊什么 颜值颜值 对 局长 所以我说呀 我觉得今天赛场的 所有的地球代表 都不可能和我成为 纯洁的友谊 因为他们颜值都太高了 是的 小文小文 咱们换一个方向来考虑啊 你就比如说有个女的 长成我这样了 那他还是女的吗 肯定是一辈子的好兄弟啊 等一下 等一下 小军有话要讲 小军你冷对不对 我可以冷 等一下 等一下 谢谢 听到学服副局长说的 就是如果已经有男朋友 或是谁已经有女朋友 如何去跟异性 有一个比较好的距离 就是其实男生跟女生的 想法构造是比较不一样的 其实男生是很容易 透过一些肢体的碰触 会产生对异性有一些遐想 然后女生是很容易 因为一些行为或言语 对异性产生一些遐想 所以我觉得 如果自己已经有了另外一半 如果是女生对男生的话 尽量减少一些肢体触碰 男生对女生的话 尽量减少一些 太过于关怀性的举动 会好一点 退回去了 买衣服退回去了 是聊到这一点 雪佛你要把衣服还给我吗 为什么雪佛会在这个时候拒绝 为什么 因为雪佛说 女孩子如果在恋爱的时候 要注意少跟其他的男孩子 有一些过分的接触 终胜所述雪佛 恋爱了 对象不是你 你只是一个工具人 好 接下来 季琴 你说出一下解决方案 我今天带来的火星解决方案 就是友谊边界 是什么 我的这个解决方案 能够非常直接迅速准确地解决 异性朋友之间交往的 这个肢体接触的尺度问题 这有一些老鼠家 这有一个警示性的提醒 不要摸 最主要是我其中还隐藏了 很多的这个毛钉 哎呀 小玩儿咱俩来试一下 来来来 我是你的女性朋友 咱俩上街 过马路了 胆挺小的 不敢过马路 你得带我过马路 很简单 我就带着你啊 3 2 1 走 走 过马路 哎哎哎哎 你看 有没有 她没有办法触碰 此时此刻 她的异性朋友就得想办法了 咱们首先不要看着马路 你转过去 听我指挥话 倒 倒 来 倒 倒 还有一个问题 就比如说 不然有一辆车过来 马上要撞到你了 这个怎么办 直接给你老公打电话 哎 哥们儿 你老婆要死了 我帮不了他 不是我见死不救 好坏啊 如果大家同意的话 我能把这件衣服 披在这个雪佛的身上吗 这样前锋就不能碰他了 你懂吗 太好了 感谢友谊 待会儿录影过程中 如果听到尖叫声 就是风哥偷偷又动手了 有了这件衣服这个状况 以后就不会发生了 这就是我今天的提案 友谊的边界 谢谢大家 刚才大家也提到了 很多很多的这种观点 我们觉得其实异性之间的 这种交往 每个人的尺度是不一样的 所以一定要把握得非常好 当然这个把握的前提是 你要了解 男生是通过什么 容易产生一些 小小的想法 女生容易通过什么 容易产生一些小小的想法 我们尽量地去回避一些 避免一些尴尬 那除了刚才那一些社交当中的 苦不堪言的一些状态 还有吗 我有 因为其实是这样的 我们现在一直在聊 能够面对面有的社交 但是我们现在每个人都被虚拟社交 弄得更累 不觉得吗 微博 朋友圈 有没有让你觉得很累 有 强制性地刷朋友圈 看别人的动态 好像一刻不知道别人都怎么办 对 还有有些时候呢 你累还累来自于别人 会怎么看你 像我非常在意别人的看法说 我这个点赞了 那个没点 他是不是对我有想法 彼此共同的朋友 你好累 所以我是觉得就 有些时候是自己把自己弄累了 虚拟网络让自己那么累 那你们会不会也有这种 我也有 因为我那个时候就是没有现在那么红 微博底下的评论数量很少 然后人家告诉你 你给他回复 你回复了之后 就多了 对 然后你回复了 有一些粉丝看到兴奋 还会再给你回 再给你回复 对 那个时候其实还好 能回复得了 因为现在我参加完火星之后 我就发现回复不过来了 因为我现在也变成流量艺人了 再一个就是像那种 现在就是找水军那种 你们都是怎么找你 看我干啥呀 我也是流量艺人 因为杨迪啊 杨迪在行 我跟你们讲 我绝对不花一分钱找什么水军 水军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刷自己微博评论转发什么 尤其那种 你可以看到他本身的评论数 大概一百多两百多 他的转发几千 呸 不可能 我就是试多少就是多少 无所谓 还有就是有的时候 艺人那个网络形象的经营 要发那种通稿 通稿是什么 通稿就是你可以看到 很多那种微博账号 影响号都用同样一个标题 就像之前去年的样子 有一个通稿写得特别吓人 就是谢娜捧红的两个人 一个杨迪 一个张大大 一个知恩图报 一个忘恩负义 我是知恩图报的那个 没有了 然后呢 噼里啪啦噼里啪 就是很多很多 我截图 截图 截图 全部截发给张大大 我说大大 这些不是我搞的 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 他说没关系 我已经习惯了 张大大大就这样回给我 这就是挑明说的好处 我就挑明的时候 我觉得比较好的 要不然就是心结果 要不然有隔阂 你现在跟大大有隔阂吗 也没什么隔阂 因为沟通也不是特别多 其实平时 那其中还有一条通稿 写得更过分 这两个人 一个丑在脸上 一个丑在心里 然后我还把这条 我说大大 如果是我自己写的 我不可能写 自己丑在脸上吧 然后我看到下面的评论 更生气 这两个应该是 一个脸更丑 一个脸更丑吧 就是 反正都是这种 但这些通稿 就玩那种标题 当莫名其妙的 真的和我没关系 我真的不会花这个钱 对 因为杨迪 是挺舍不得的 对 我问过价 问过价 不行 真受不了 还问过价 没有 绝对没问过 所以有些时候 我们说经营 个人的这种社交网络 好辛苦 有些时候就是太累了 我这边 要给到大家的 火星的解决方案就是 社交网络4.0 我是觉得 从我们自己内心来说 有些时候 单纯看一张图片 看一段短视频是不够的 我是 谢谢